太阳出来了 跑在这么平坦宽阔的马路上 你们的心情一定跟我一样 心情疏伤 朋友们 我已经到了福远 现在在菜市场边上 过去看一下 这么大的鱼啊 你们看 起码三四十斤 鲤鱼也是 对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 哪有呢 哪有呢 这个应该是淡水鱼吧 淡水鱼 这是淡水鱼还是海鱼啊 淡水鱼 浆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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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少钱啊 十五 十五了 哎 这个大 这个好大 它是浆里的鱼 它卖了十五块钱一斤 有这么贵 好像稍微贵一点 这个地方应该鱼不贵 对对 它出鱼嘛 这种鱼在我们那里好多是三四块钱 没有在南方 三四块钱可以 都没有 我们那边零下 零下掉 零下掉 零下掉了 六到八块钱 看好了 这个 鱼大 这个价格不行 都没有问题 这边是个鱼行 很多很多的鱼 但是价格也非常高 这应该是乌宿里江里面的鱼吧 这么多鱼你们看没有 这是胖头鱼对不对 多少钱一斤 5块5 这个又不贵 这个挺便宜的 没东西炖 有东西炖的话我炖一条 这条是什么 是不是杆鱼 杆鱼了 多少钱一斤 30 30 这杆鱼好大一条 30块钱一斤 好大一条 大杆鱼 现在这个季节 因为天气太远 没有羊肉 我找了半天都没有 看看牛肉合不合适 在福远市买了牛杂 现在我要用火来炖 但是在市区是不能用火的 只能往前走 我还想往前面赶 路程可能有点远 现在我突然想起了 我不烧火煮了 我用这个高压锅来炖 开大概50公里左右的话 这就能够炖好了 这能够节约很多钱 而且不用烧火 安全的多 我上好了锅 开启了炖牛肉的模式 你看风太大了 我是毫无目的的走 直接走 目的是为了把这个牛腩炖熟 晚上走在这江边的大地上 风很大 你们看 看不到 全部是辽阔的城地 都是农作物 里面种的是什么东西 我搞不清楚 是不是大豆也搞不清楚 慢慢走吧 我觉得停在那个地方 不走 好像也没意思 一边开车 一边玩 那才是乐趣 但是 我花费就高了 两大风吹起 多凉爽 慢慢走 慢慢地游 慢慢地玩 慢慢地看 它用得很舒服 我一点都不着醉 这里一望无际 除了庄稼和草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在这些地方 你想见个人真的不容易 想见辆车也不容易 我选的这个是铜江方向 这条路不是311 所以它车比较少 人也比较少 也比较荒凉 但是 我觉得挺好的 慢慢地 黑龙江面积相对较大 地大 雾朵 但是人口 辟度相对吉林 辽宁来说 它就小很多 也就是 很远的地方 可能你看不到一个城 看不到一个人 但是黑龙江的土地 非常非常的肥物 庄稼 绿油油的一片 在黑龙江的地段里面 很少看到楼房 基本都是平房 就是有他们地方的这个风俗习惯 形成了这种统一的规划 没有人建楼房 但是在南方就不一样 全是楼房 四五层五六层的都很多 不管你住得着住不着 用得上用不上 都建高 谁建楼 谁的楼建得越高 谁就越有面子 我一个人走在这孤独的路上 我叫艾传岁 加美 在底下 perché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 你站在这辽阔的这个土地上 你就感觉到世界多么的大 人多么的渺小 大地多么的辽阔 你们看这个土地有多么的肥沃 一望无际啊 你哪里看到了地图呢 啊 这一边 对面有一条河 这条是什么江我也不知道 对面就是俄罗斯 世界真大 听到这风声没有 把我的车吹得摇摇晃晃的 看看 继续前进 赶紧离开这些荒芜人烟的地方 走在这样的道路上 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的孤独 人的渺小 没法跟大地抗争 越走在这些没有人的地方 心里就觉得越孤独 一个人走在这孤独的大路上 人烟稀少 心里又有点失落 我应该选择走 双鸭山加牧师 哈尔滨那边 光莫河走 选择这条道路可能是错误的 有一天 在sa 从高尾上 0011500 人烟稀少 一红百度 中央 中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信 现在线继续行麻烦 算了 回去 非常危险 这不信 麻烦 马上升了 算了 还不敢去了 也先进去 麻烦 往前面走吧 差一点就先进去 好险啊 要是先进去的话 怎么出来呢 哎呀 完了 总是想睡觉 还好 马上到临家了 还有几公里 我坚持到临家 现在已经 十一点钟了 我三点多钟就起床了 困了 必须要找地方先睡觉 跟疲劳驾驶真的很危险 但是马上有几公里 还有五六公里 我必须要坚持 要坚持要快到前面 我知道这样开心很危险 但是停在这里 所以没办法 没地方停 哎呀 不行不行了 到一个服务区先休息 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 睡着了 等一下 马上 好 好 好